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二十几日,二十一日,二十一日了,尊敬的战友们, 十月二十一日,昨天晚上是我最近最忙的一晚上, 哎呀我的妈,一直都刚,哎呀,我身上有个看到了, 忙得我是真受不了,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昨天没踢两脚,大家 淡淡的打没了,还带雷剑声呢,兄弟姐妹们,昨天是晚上, 我最忙的一次啊,哎呀,这个世界的金融玩球蛋了,真是玩球蛋了,哎呀,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能源,粮食,哎呀,抢疯了, 然后这些基金,兄弟姐妹们已经不知道了, 这些基金现在恐惧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现在你看到数字货币市场,是吧, 数字货币市场,粮食市场,能源市场,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特别是,这个亚洲啊,亚洲啊,真的人,亚洲人口多啊,全世界密度,人口密度最多的是亚洲, 所以说,大英帝国,这大英帝国这次一换首相,然后在欧洲,德法义拼命的储存天然气和油, 然后你看到现在世界上什么情况,搞矿的发财了,昨天晚上好几个过去的合作基金, 赚大钱了,都是稀有的矿,梨矿,煤矿,包括煤气开发的, 赚大钱了,但是其中两个基金,赚到的钱,他大概,比如说赚个一百多亿, 在其他金融市场上,可能是要赔掉三倍还多,他们说可能随时要关闭, 再一个去玩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债指数的,本来拖一段时间以为日本这个政府能妥协, 但日本政府妥协了,国债的这个利息啊,并没有显著提高, 汇率到一百五还止住了,这些投机分子排大钱了,哇塞, 这个是金融任何一件事儿,像现在那个瑞士信贷在压着, 但是还是有问题的,因为特别关于中国的金融票据, 关于中国的一些所有东西都二十大压着,二十大之后,中国的所有房地产, 大概有七十多个要爆雷,就是国际上有关中国房地产的大额袋金融票据, 哇塞,这是啥概念啊,兄弟兄们啊,吓死人了,共产党真的要把中国, 基于世界的金融,世界人的健康和未来,送入到地狱, 地震山摇啊,地震山摇,这真的是过山车,另外一个昨天晚上就是看到这个疫苗灾难, 这些化学数据还有医疗,以及各国的疯狂,我都不敢说了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是,吓死人了啊, 当然了,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在担心的,过去金融危机,把泡沫挤完了, 然后呢,所有的社会呢,重新再来一把,它过去钱没地方去,就是把你大家钱洗了你也没折, 它现在有个数字货币,所以他们现在想把数字货币搞掉,还把钱给它憋死啊, 然后再印一把,美元在全球回美元,然后呢,日元英镑,在大幅的跌宕之后, 挤掉泡沫,重新崛起,但是它没有这个机会了,是过去,人家没选择老百姓被你法币系统控制了, 但你现在有个区块链,你难了,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矿产, 它毕竟在需求量上呢,而且矿产又被整个第一板块的政治啊, 这给左右着,这一切都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的政治,科技,军事,包括信仰,包括宗教板块, 现在整个是个大分裂,大崩溃,大重组,断层的时代啊, 所以像我刚才我那块做,我做到第十二个的时候,我的肚子就拉着我就输不了了, 做到第十三个的时候,就是你能撑住,这是为什么呀, 我的心理上一次就能做十五个到十七个,你做到第十三个的时候, 你就觉得力不从心了,你要再起一次,人类的政治经济都是有预期的, 就是老百姓在同时承受着战争,俄乌战争,和对台战争, 同时几个战争,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再加上金融危机, 再加上粮食危机,再加上水危机,突然间又出来了个疫苗灾难, 你都加在一起就麻烦了,刚才我做这个,是不是, 你在那个腹拉器,你在那块拉的时候腹拉轮,你同时, 你上面是踩一个人,再踩俩人,再踩杀人,我是受不了的, 他真的是人类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一样,这么多事情, 都是被纠缠到一起了,太可怕了,所以说我到昨天晚上, 真的是最忙的最忙的一晚上,但是确实新中国联邦, 是唯一的我能知道的,是一个集体能回避这些的, 有希望回避这些的,这得看人的造化,有些人那是很愚蠢, 也没办法,但是呢,另外一个好消息,我觉得, 在全世界的医疗系统疯狂的同时, 全世界的医药界,科学界在决心, 很多的人已经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相信这些人会彻底的改变整个世界上, 对所有的疫苗灾难的这些,我们可能, 想象比想象中,要好一些的结果。 完整, 我住到十七的时候 你理他这样 做十七个人一组 这不是吹狼蛋的 世界的经济就像我的肚子一样 你能撑得住吗 一次做十七个 做二十个 桌上十二组 你做得了吗 兄弟姐问问 地动山摇 惊涛海浪 改变世界 改造人类 真的这一刻来了 什么事都是小事 在疫苗灾难面前 没有任何事情是大事 大英帝国 一夜之间变了三流国家了 啥子不粉了 星期六明天上午 全球内部合璧大会 上午九点 纽约时间 啊 对